你看這個賴系立委 因為就是賴清德的所謂的賴系立委 我請問大家 你的認知 因為賴系立委有高家瑜 不會有任何一個黨政記者 寫賴系立委有高家瑜 不可能 他們會頂多寫林俊憲或郭國文 那我請問你剛剛翟宣講的 那你為什麼要去淋這個瑜 你淋了這個瑜 全民進黨只有一個人 去陪賴清德淋瑜 那為什麼賴系立委沒有你 對不對 你看看當年的資料畫面 賴清德講什麼 賴清德他是說 蔡總統連的網軍不要再攻擊我的 是賴清德親口講的 這個都有三案的 賴清德在友台的專訪講 都國家機器不可以介入初選 國家機器怎麼可以介入初選 那你看看剛剛高嘉瑜講的什麼 這個是非常成功 賴清德是個鳥魚 這是個民主的典範 典範什麼 賴清德他選擇是投降 賴清德是去跟二子的選風投降 所以賴清德在2019年 才會被蔡英文的車椅講說 你是中共同路人 因為你挑戰我們小英 挑戰我們英皇 我當然就罵你了 對不對 觀眾朋友 中華民國憲法 是沒有任何的問題的 我不曉得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去質疑中華民國憲法 到底是有什麼毛病 不會沒有關係 我請內湖南港的朋友聽清楚 聽清楚剛剛高嘉瑜講的是什麼 怎麼會講說 因為我們這個如果修憲的話 去法理台獨 因為會被打 所以我們就不要修 我們台灣人不是最用嗎 台灣不是No.1嗎 我們就嚇到阿強修理 所以我們的憲法 你是不是笑死人 很多大陸的網友在看我們節目 你看看我們的民進黨立委是這個 很怕被打 所以我們就這樣 我們沒有怕被打 我們自己就談 你剛剛第一段講什麼 你自己去掉袋子看你講什麼 你笑死人了 你還怕人家講理由嗎 你不喜歡這個憲法 你不喜歡這個國歌 國旗 國號 你就改 你就改嘛 有種你就改 你不要用這種借殼上是 請誰中 該誰中 你這樣是在謝國 你就說你不愛中華民國 立體你們這個國旗 國歌 國號 都不對 都不好 你甚至不承認這個憲法 你都質疑這個憲法有什麼問題 不要啦 你如果真的要台獨 你就真正的去有什麼現狀 這個國家有什麼問題 是你民進黨執政之後才有問題 為什麼馬英九執政 那八年的時候都沒有問題 那你就說 你就放棄大陸地區好了 你就說你要修建就好了 所以沒有關係 我請內湖南港的朋友看清楚 我們真的需要這種立法委員嗎 那現在很多人拿說 這一次的風災陳其邁的 所謂高雄跟南投來做比較 最主要是因為高雄的山區 跟南投的復興鄉 有很多接囊的地方 包括這個六甲的地方 或者是很多這個 南投的復興鄉等等 其實都是有接囊 那在接囊的過程中 其實陳其邁他就是有提早說 讓安排患者能夠去先行醫治 或是提早把山區的民眾撤離 所以陳建仁 可是高雄沒有石雨量一千毫米 就是兩者在山區是有接囊 所以是有一些比較接囊的地方 為什麼南投不是民進黨上呢 當然就是有很多 為什麼現在還有六成的人 要下架民進黨呢 地方上確實有很多 大家也知道地方派系或是地方的資源等等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還是努力的 必須要去說服民眾 如何去支持 那陳其邁他也是用他施政的表現 如果今天高雄同樣發生災情 我相信也會被拿出來檢驗 為什麼高雄的食譽量是怎麼樣 那陳其邁確實在這一次高雄的 這個防災的過程中 非常的用心也做得很好 那值得稱讚就稱讚 但許淑華縣長呢 其實他的過程中所做的努力 或是他對於南投的災情 我想不分藍綠 大家都是要共同去推動 讓南投的這些民眾 他們可以有更好的環境 以免在未來的極端氣候 能夠及早的去因應 我覺得這時候是從這些災情裡面 去及時的做回應 是一個非常重要 而不是說互相的批鬥 或是互相的去批評 所以你不支持陳建仁這樣批評南投是不是 應該是說 你說互相的批評 應該是說 因為是陳建仁先批評的南投 我覺得救災就是不分藍綠 不應該批評 但是事後的檢驗配套等等 如果能夠去把這些做好 能夠去避免災情更嚴重的事情 都是可以來檢驗 都是可以來檢討 這個本來就是應該 不分藍綠都應該要這樣做